我要是當選,我一定要先解決內部的共識 內部都沒有共識,怎麼去處理外面的對外關係 因為大概一到選權都沒有機會再去美國 所以一次就把該做全部做好 而且既然他是一個學習之旅跟對話之旅 你要花多一點的時間跟美國的各個階層去對話 所以用比較長的時間 有人來說我西安都沒去 有人在內部裡面拋出兩岸應該要互相承認 並且在國際要雙重承認,你覺得這個會適用嗎 重點不是名稱,重點是實質內容 所以你要搞什麼雙重承認,那就要先講清楚 到底是承認什麼 除了常事長,對我們來講 你一個包裝,看到那個包裝 到底裡面裝什麼東西都不知道 所以我們作為像我們的外科性格 比較注重的是內容,而不是那個抬頭 就是那個名稱 所以這個承認是要承認什麼? 你那時候內部有問 所以我都會講說到底要承認什麼? 所以還是一樣啦,我們國內就是政治口號太多了 所以我覺得這樣啦,口號一定要有論述,要有內容 那你要雙重承認,到底要承認什麼東西? 那你是不是有說主張要兩岸共識,兩岸共識的國師會議要來找他? 就是這樣啦,其實我昨天發現我有個時間講錯 我是1990,李登輝總統召開國師會議,解決台灣的萬年國會的議題 所以後來有中央民代的全面改選 其實從1990到現在已經幾年了? 24,90,34年了 所以我倒覺得是這樣啦 我不是說我去新加坡,新加坡高層一句話就臭中我們台灣的問題 我當時問他說,新加坡在中美之間怎麼看起來好像有刃有餘?你們是怎麼處理的? 他一句話說,你們台灣自己內部都沒有共識了,怎麼去對外處理兩岸關係? 所以我到底覺得是這樣啦 在過去從1990到現在,特別是在1994以後 台灣這種藍綠對抗的氣氛變得很濃厚以後 我是從來沒有很想過說,特別是由總統才有權力去召開國師會議 所以如果是這樣,我要是當選,我一定要先解決內部的共識 內部都沒有共識了,怎麼去處理外面的對外關係?